你们知道吗 在你们身份证的右下角底下 是有一个Hedge的字母 大家赶快去check一下 那Hedge代表什么意思呢 Hello 大家好 我是冯敬哲 Hello 大家好 我是Joby 欢迎收看边走边讲第三集 那今天我们来谈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你看我的身后是什么建议 PPNS 沙巴州政府大厦 那今天我们来谈一个非常重要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而且攸关沙巴人民权益的一个课题 那就是沙巴永久居留权制度 你们知道吗 在你们身份证的右下角底下 是有一个Hedge的字母 大家赶快去check一下 那Hedge代表什么意思呢 那第二不是每一个马来西亚公民都可以自由地在沙巴做生意 买房子居留 那第三相信大家来过沙巴旅游的人都会知道 如果你不是沙巴公民 你会收到一个白色小纸条 那个是一个social visit visa 代表说你只能入境逗留在沙巴90天 是不是感觉到有一点像不同的国家呢 感觉像是出去外国旅游这样子 对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谁可以在沙巴居留 怎样才能成为沙巴人 沙巴有这样子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永久居留的制度 是因为历史的关系 那在历史来讲说 1963年当我们组成马来西亚的时候 为了保护沙巴人本土的权益哦 所以我们设立了一套非常严谨的 有自治权的移民的系统 就算你是马来西亚的公民 你也不是随便可以来沙巴做工啊 投资啊买产业啊做生意啊 那我自己本身呢 我爸爸是喜马人 那我妈妈是土生土长的沙巴人 那你呢 我的爸爸是Tenom人 就是original 沙巴汉 我妈妈是霹雳人耶 宜宝妹 只要爸爸妈妈其中一方是沙巴人 那你的孩子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沙巴人 我们的IC下面是有hedge的 那如果万亿双方爸爸妈妈都不是沙巴人 IC都没有hedge 孩子就没有hedge 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历史因素 其实不是很多人知道 直到最近MCO发生了以后 沙巴州政府限制非沙巴人入境沙巴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 其实住了沙巴半辈子的人不能够回来沙巴 不能回家 其实我也是有听过很多case 就他们在这里生活了差不多三四十年 对 就因为他们没有PR 他们就回不来沙巴不给入境 对对对是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才会曝露出更多关于沙巴PR的这个相关的问题 是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一下 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成为沙巴的PR 七八十年代的喜马仁来到沙巴 他就选择在这里结婚 那如果他是选择在跟沙巴人结婚的话 那他的孩子都是沙巴人 他自己本身 对 但是他自己本身需要申请PR 对 他才能够在这里长久的住 不然的话他出入境沙巴还是会收到那个白色的小纸条 那你可以入境的是九十天 所以其实半岛人过来这里 不管是工作也好生活也好 都是需要去申请的 OK 就像是沙巴人也是吗 对 对 有很多人可能是非法的预期逗留 嗯 或者是当初他们是投资 他们已经在这里买产业 孩子都在那边出生了 所以他们大半辈子都在这边 他们可能特别喜欢沙巴的美景 你看一下 我们的美景非常的漂亮 还有美食 还有美食 想用面 他繁年后代过后他就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能不能够居留在沙巴 非常多这样子的人 比如说你的母亲 嗯 是怡宝妹 怡宝妹 所以因为你爸爸的关系 你是有hatch 对 你是沙巴人你没有问题 你在这里可以工作 但是妈妈进入境的话 还是会收到那纸条的 大家知道吗 如果你是没有这个hatch的话 完全没有投资跟没有work pass 你没有working permit 完全没有PR的话 在沙巴你是属于非法预期逗留和非法居留 这样他的后果是什么 你出境沙巴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被blacklist 被blacklist这样恐怖哦 对 你甚至会被这个移民厅官员lock up 蛤 还要lock up 对 他会被处罚 所以其实就像一个国家的移民制度这样 嗯 然后你不能够预期逗留 不能够非法逗留 如果你不要预期逗留 不要非法逗留 你只有两个方法 第一你申请PR 嗯 或者是申请work permit 或者是student permit 嗯 OK 那至于怎么申请 什么条件能够成为PR呢 那我们等一下就来好好的聊一聊 嗯 好 哎YB这什么 我感觉很像 因为我们从西马 他们西马人过来是 还要用passport 然后又要用那个卡 感觉很像在出国这样耶 弄到很像两个国家这样耶 对 就是当初马来西亚成立的时候 是有马来亚 沙巴沙 越跟新加坡 嗯 共同组成的嘛 在1963年 嗯 那其实为了保护 沙巴本土的权益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设立一套制度 来限制外来人 嗯 所以好让沙巴的人的 这个就业的情况跟待遇 不会跟半岛相差的太远 充分保障底下 能够赶快的被拉抬起来 明白明白 这个是整个当初制度的设计 所以为了尊重这套制度 但是现在我们却过了半个世纪后 开始就面对这个问题了 会有很多人其实在沙巴住了大半辈子 但是却落得不是沙巴人的窘境 对 身边很多这样子的例子耶 对对 尤其是在MCO我们讲的 呃就会有很多这样的问题 有些哦 我们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哦 从小就土生土长 生于一世 长于一世 在这里出世 在这里读书 却因为MCO他们可能去去了西马 却毁不来 法律上不是沙巴人 但是情感上理性上他是沙巴人 嗯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谈谈到底怎么样 才能够申请呃成为PR 他的条件是什么 我们需要准备什么资料呢 他有几个步骤 第一你先要去移民厅申请 BORANG IMM4 IMM63 还有一个问卷调查 过后你就要给你IC你的出世纸 4R的家庭罩 4R的家庭罩 对 你要有家庭罩 为了证明你们是一家人 哦 为了证明是一家人 就是那个passport罩啊 结婚证书啊 还有很重要的是 第一就是出入境的记录 你要有完整的出入境记录 因为你如果你不是沙巴人 那你从哪里来 比如说如果你是在这边是做工的 你就有work permit了 嗯 就有工作的准证嘛 那这个工作居留的准证 是不是每一年有更新 那你才能够有资格去申请这个PR 然后还有最重要一样东西是 你需要担保人 那担保人必须是沙巴人 就是IC有hedge的 然后来帮你担保 那担保人也要出世他的IC 就有像是夫妻这样子啊 就是比如说他的 啊对对 如果是夫妻的话就问题不大 那如果两公婆 可能一个喜马远一个 就是沙巴人 那他就要找朋友啊 可能他的雇主啊 可能他的亲戚啊等等 来才可以担保他们 成为PR 因为要出世他跟沙巴的连结啦 那至于你要有什么条件呢 那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 你要在沙巴已经居留 或者是工作 或者是已经开自己的生意七年 而这七年都有合格的准证 必须七年每一年都有更新你的工作准证 嗯 对因为你来自己工作 你就是有工作准证 Work permit嘛 那你一定要有七年的居留的历史 你必须亲自去申请 不能叫别人去申请 没有agent 没有middleman 你必须亲自去到移民厅来申请 然后你把这些document都交上去移民厅 然后做了审查跟复合过后 就要交给警察去做审理 确保你没有犯罪记录啊 或者是没有任何的案底啊什么的 最后把这些文件跟你的申请交给 这一栋楼的21楼沙巴首席部长署 底下负责内政事务的官员去处理最后一个审核 就是交给首席部长去做批准 听说有很多人他们都已经在等着 对 但其实我们现在的整个永久居留审查 跟批准的制度 其实不是这么的透明化 不是这么的完善 怎么说呢 很多人已经申请了 申请了十几二十年 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在这个21楼哦 我们见了这个官员 这个官员告诉我们 现在目前已经完成了所有审核 所有的文件已经交到 这个沙巴首席部长署的申请 其实有七千份 什么七千份 对我们现在有七千份 是代批 我不知道有七千份这样说 七千份代批 就是判定 他甚至告诉我 以前政府的制度哦 不成文的规定 每一年才批准四十五份 什么四十五份 四十五份 四十五份 可能如果你不是那么幸运的话 没有在上面的话 那可能你等了一百年 都未必等得到 对于某一些已经在这里土生土长啊 生医师 在这里从小就长大的人 其实是不是很公平的 对真的很不公平 对 无法享受跟我们同样的待遇 当然啦 我们不是说 要去质疑这个历史的保障沙巴 本土沙巴人的权益 只是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关注一下这群人 尤其在疫情底下 可能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约束 而导致有很多家庭长期的没有办法在一起 我们希望能够有所改善 这一段时间身为路洋的州议员 也帮很多家庭去处理在入境的事情啊 或者是非沙巴人 他要在这里见他的家人啊 或者是他要在这里工作跟居留啊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其实是很多的 那我的想法是 我建议我们应该要参考像加拿大 像澳洲这样子的一个透明化 公开调准的申请的流程 怎么样才能够成为永久居留 像刚才我们讲说条件是七年 但是其实有很多人 住了四五十年 申请还是没有办法被批 所以其实我们批准的量 每一年如果是四十五分的话 其实是很多人是注定申请不到 但是其实很多人不明白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有所改善 能够标准化整个作业流程 让我们的这个申请能够更加的公开透明 而且公正 让大家都能够看得到说 好我复养了这些规定 我就能够去申请 然后最后获得批准 那如果要保障沙巴本土 风土民情 其实还有很多做法的 比如说在加拿大还是在澳洲都好 他们可能都有考试 什么考试 对就可能有一定的考试 比如说英文的语言的考试 他们要设立一个你要成为沙巴人 他们是不是你的阿玛丹在几十啊 可能可以这么做 其实沙巴州政府可以去考虑设立一套制度 在不侵犯沙巴本地人的权益的前提下 然后我们能够为这个想要在沙巴居留的人 能够提供这样子的一套制度 so that他们可以来自己投资 其实也非常好 可能有很多非常有钱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 想要在沙巴投资 尤其是沙巴很有潜能的农业啊 旅游业啊 欢迎欢迎 对工业啊 他们都可以过来这里 然后投资了一笔钱 然后他们可以申请成为沙巴的PR 所以其实这套制度必须要确立起来 我们必须要改善好 然后才可以让不是沙巴人 能够有机会能够成为沙巴人 然后也同时 在这里居留了很久的沙巴人 对而且也尊重沙巴本土的本土风情 文化跟沙巴独特的生活方式 这样子吸收了很多怪PR的知识 如果你喜欢这个内容的话 记得我们要订阅这个频道 然后记得开启小铃铛 跟分享 对然后分享给你们有兴趣想要了解这个内容的朋友 那我们就这一期到此为止 下一期我们再见 不见不散 拜拜 不见不散 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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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散